这里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5万人共用8根水管 但却是很多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它的内幕结构借管理体制充满了传奇色彩 诸多影视、漫画及游戏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同时这里更是名人辈出 远到新一安创始人向前 近到著名导演杜奇峰、演员林家洞 都是出自这里 在它被拆除后 美国漫画家特洛伊伯尹尔曾感叹 我宁愿被拆掉的是金字塔 它就是著名的九龙城寨 今天我们便结合电影《欧记三合会档案》 了解一下九龙城寨的前世今生 九龙城寨俗称九龙寨城 九龙寨城 在港英政府时期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 因此它成了香港三合会资深的温床 影片采用双主要的设定 以倒数的形式展开 将大独小博豪以及武艺探长吕乐的故事 加进九龙城寨之中 刑满出狱的大独小博豪 望着眼前欧记的新生代警员 忍不住陷入回忆中 当年刚刚来到香港的阿豪和阿乐 在九龙城寨收租老文书的介绍下 进到了城寨之中 这里鸡党 独党 烟党 拖鱼舞厅 琳琅满目 遍地开花 除此之外呢 因为港英政府明令禁止吃狗肉 所以这里狗肉党也是四处林立 据统计 九龙城内光是各种烟党就多达154间 同时还有11间鸡党 7个独党 13间狗肉党 以及16个可以容纳300人的拖鱼舞厅 虽然这里有如此之多的非法场所 但事实上 九龙城寨中不仅不混乱 还被管理得井井有条 这里被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 西区是普通市民的居住区 东区则是社团的地盘 这两个地方净未分明 除了城寨中的八根水管 是由社团控制之外 社团成员 几乎从不去骚扰市民的生活 只要他们按时交纳供水费 社团就会保证供水 回到电影 在一间狗肉党 阿豪和阿乐 见到城寨中的实际控制人肥宝 他残暴好色 尤其喜欢洛宏 但肥宝也有一个很怕的人 那就是他的小姨子 大胆鹰 这个大胆鹰是来自上海的河关 现在在肥宝的赌场有骰子 聪明的阿豪心里清楚 只要能泡上大胆鹰 就能棒上肥宝这棵大树 于是他当场就掏出钱凑了上去 而大胆鹰对这个年轻帅气的亮仔 也很有好感 还故意放水 让他赢了几把 之后两人便在城寨中住了下来 但是只有阿乐老老实实找了份工作 阿豪却整天昏集在各个赌场中 靠着一些小聪明维持生计 这天呢 阿豪又盯上赌马的金鸭发 他从阿乐那里 要来刚发的100块工资 买了最冷门 但赔率高达99倍的9号码 之后拿出自己提前准备好的工具 熟练的截断收音机的信号 然后又自己转播起了赛马 起初金鸭发几人并没有听出异常 直到最后才露出破绽 好在两人跑得快 才没有被金鸭发抓住 晚上两人来到舞厅庆祝 其实阿乐早就看上了这里跳舞的飞飞 但因为不好意思 便让阿豪前去帮帮搭讪 约好见面的时间后 兄弟俩如约来到飞飞家楼下 却不想被金鸭发找上了门 两人赶紧四散逃开 混乱中阿豪翻枪逃走 可阿乐却被金鸭发抓走 为了救自己的好兄弟 阿豪不得已再次找上大胆英 在他的帮助下 肥宝出面 义服解决金鸭发 经此一事呢 两兄弟终于明白 想在城寨中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有过人的实力 于是阿乐报考警校 成为了一名军装 而阿豪则通过大胆英 成功加入到飞宝门下 只是令他们都没想到的是 两人刚有一点起色的事业 又因为一个女人跌到了谷底 这个女人就是飞飞 她的母亲曾经就是个舞女 因此她十分反对女儿 和阿乐阿豪混在一起 跟着这样的小混混 能有什么前途 飞飞要做的 就是最大程度的 利用自己的美貌赚钱 于是她便以一栋养楼的价格 将飞飞的出业 卖给了飞宝 可当飞飞看到这个扣脚大汉后 她实在是提不起一点兴趣 于是便怒气冲冲的出了门 不料就刚好 碰到帮阿乐约她的阿豪 晚上阿乐和飞飞 阿豪和大胆英 一起来到舞厅 只是没想到 阿豪和飞飞竟跳到了一起 刚好碰上舞厅停电 两人一起走到走廊 飞飞心想 与其将自己的出业 交给那个大汉 还不如将她献给自己喜欢的阿豪 于是便在这里献出了第一次 只是没想到 她的这个决定 给阿乐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第二天呢 飞宝如约来到飞飞家中 因为没有见到洛宏 将飞飞的母亲抱打了一顿 还将她的头按到了浴缸中 飞飞情急之下 说是阿乐强奸了自己 没想到当天夜里 飞宝就抓住了阿乐 好在阿豪以性命做担保 才保住了阿乐 但飞宝还是将她给飞了 其实飞宝真的不知道 是阿豪睡了飞飞吗 她当然知道 只不过因为阿豪和大胆鹰的关系 敢怒不敢言而已 她也只能拿阿乐出气 之后飞宝做了个顺水人情 将飞飞嫁给了阿乐 经过这件事呢 两兄弟发下毒誓 一定要出人头地 而这个机会也很快来了 阿乐婚后不久 飞宝就牵头将大胆鹰嫁给了阿豪 但在婚宴上 喝得酩酊大醉的她 又想对飞飞下手 阿乐和阿豪赶紧动手阻止 没想到却失手将她给杀了 原本以为这件事会引起轩然大波 谁知所有人都意外地平静 尤其是大胆鹰 她将冷静地指挥着阿豪和阿乐 将飞宝买了起来 之后在大胆鹰的帮助下 阿豪成功坐上了城寨龙头的位置 她甚至只有警察的庇护 才能将自己的产业做大 于是便出钱给阿乐买了个探掌 自此两兄弟的野心也越发膨胀 由于当时黑道馆里时昏混乱 有些厂子甚至一天要被收好几次保护费 于是阿乐和阿豪便提出 由他们来划分地盘制定规则 统一收租统一交足 但相右而来的其他三大家族 以及探长谭刚根本就不买账 两人见和谈不成 于是干脆直接动手 阿豪出面 在城寨内干掉了其他三大家族的龙头 之后又故意露出扩展被抓 谭刚急于让阿乐认罪 于是亲自上手刑讯逼供 却不料这正是两人的圈套 阿乐带着记者派下谭刚的罪行 之后他也因此被派去收了水塘 除掉了所有的隐患 阿乐和阿豪再无敌手 两人联手在九龙城霸 长达十年之久 直到ICAC的成立 由于阿乐丧失了男人的正常功能 非非寂寞难耐 便勾搭上了他的小弟猪油仔 两人的地下恋情曝光 猪油仔为了保命 向连署称交了两人犯罪的证据 两人意识到属于他们的时代 或许已经落幕 在结束这一切之前 阿豪准备在城寨内 处决了这个悲心弃义的二五仔 就没想到阿乐一枪打中了他的膝盖 原来这么多年以来 阿乐对非非的感情从来都没有编过 害死非非的不是猪油仔 而是阿豪 如果没有那个晚上 也许现在的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 之后他换上阿豪的衣服 挟持猪油仔下楼 面对前来围捕两人的警察 阿乐果断开枪拒捕 结果死在了警方的枪下 影片最后呢 阿豪也被警方逮捕 属于这兄弟两人的辉煌 正是落下帷幕 这部OG三合会档案 是1999年上映的作品 虽然是由霍耀良指导 但监制却是汪精 因此本片也具备了汪精 电影一贯的大杂汇风格 影片将吕乐和博豪的故事 融入了九龙城寨 四大探长四大家族也在其中登场 宛如一个浓缩版的香港社会 其观赏性和娱乐性还是很强的 只是整个故事的刻画 以及人设的建立上 有些刻意模仿和跟风的味道 不过影片中的九龙城寨 还是十分值得一说的 九龙城寨位于九龙半岛中部 距离维多利亚港 大约两公里左右 其成立可以追溯到宋朝时期 宋朝初期 朝廷在监察嘴与茶锅岭之间一带 建立了一个叫官府厂的盐厂 同时为了兼顾防御 又用岩石搭建了一个哨所 这便是最早的九龙城寨 直到后来的顺治康熙年间 清政府在九龙殷阶射手 增设驻兵设敦台 之后九龙城寨的军事地位 愈加凸显 嘉庆年间 朝廷又在此处增设炮台 道光年间 梁广总督林则徐 又将附近的大鹏营驻军 调入九龙城寨驻守 还在鸦片战争以前 和英军一律爆发过数场战役 不过大鹏营竟获全胜 值得注意的是 这场战役就发生在虎门硝烟之后 1984年随着清政府战败 被迫签订南京条约 香港岛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此时九龙城寨和香港岛隔海相望 清军在这里架设炮台 炮口正对香港 1898年 英军又逼迫清政府 签下斩脱香港戒指砖条 将九龙半岛北部 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 全部租借给英国 但这其中并不包括九龙城寨 也就是说 直到这时 九龙城依旧在清政府的管辖范围内 但在英国人眼中 九龙城寨就像眼中钉肉中刺一般 令他们坐立南安 于是在第二年 便以整顿城寨为由 驱逐了那里的清兵 并派兵驻长 此举引来了清政府的极为不满 他不断向英军施压 而英军也自知理亏 于是便从九龙城寨撤军 但当时清政府早已没有精力 再去治理九龙城寨 于是慢慢地这里变成了三不管地带 即英国政府不能管 中国政府不想管 香港政府不敢管的三不管地带 这也使得九龙城寨逐渐混乱起来 直到二战期间 九龙城寨被日军短暂的占领 二战结束后 一些难民开始流入城寨之中 1948年 港英政府再度萌生了整理城寨的想法 于是派兵进入城寨之中 强行拆除民房七十余间 此举立刻激起民愤 引发了两千余名居民的暴动 当时蒋正正还向外交部下令 令他们严正交涉 港英政府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只能从九龙城寨撤军 这次事件之后 九龙城寨彻底沦为无政府状态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大陆爆发饥荒 大量难民涌入香港 此时九龙城寨 便成了他们最理想的聚集地 也是从此时开始 城寨内人口激增 不仅如此 一些背着冤案 欠高利贷 被政府通缉等 这些香港活不下去的人 也纷纷聚集到这里 九龙城寨俨然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除了这里处于无政府状态之外 人们往这里聚集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 香港经济飞速发展 房价剧烈攀升 而九龙城寨中的房价 比香港要便宜10%到30% 虽然这里并没有房气 但依然有不少居民 愿意来自居住 随着居民与日俱增 城寨中原本不富裕的空间 也变得愈发拥挤 由于城寨占地面积有限 所以想要增加居住空间 也就只能向上扩建 但这里的扩建 只是盲目向上加改 不仅毫无规划 甚至都不曾加固地基 但也许是因为楼与楼之间距离太近 刚好起到了相互支撑的作用 所以这么多年来 也未曾发生过一起坍塌事件 只是考虑到启德机场就在附近 飞机要起飞降落 因此这里的楼层高度 被限制在14层 由于城寨内人口激增 鱼龙混杂 这里也逐渐成了黑社会资生的温床 虽然九龙城寨看上去混乱不堪 但事实上 它内部的管理确实井井有条 并且九龙城寨能经历这么多年 都安然无恙 不是没有原因的 起初城寨内实行的是大清律 后来在广东保安县政府的支持下 曾设立保安县九龙城居民福利会 在1949年后 所有事务都归属于福利会管理 他们对外宣称 城寨主权属于中国 并长期高挂五星红旗 后来在1971年 香港废除大清律力之后 九龙城也相机废除大清律 在城寨内实行英国法律 但也仅仅是部分英国法律 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高明的政治手段 它表面上向中国靠拢 可私下却实行英国法律 但又不完全实行 这其实是将自己放在中英之间 立于不败之地 由此可见 城寨内还是有不少高人存在的 1973年到1974年 港英政府曾派出三天兵警察 到城寨内清除黑社会势力 但却煞云而归 经历这次事件之后 城寨内的钢筋混凝土住坊 如雨后春损般再生 直到1984年12月 中英两国政府 却对九龙城寨糟糕的状况 无法忍受 于是联合签订声明 处理城寨问题 1987年1月14日 中英两国政府达成拆除城寨协议 并以原地址改建公园 至此九龙城寨 终于推出历史的舞台